大家好我是五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這一節跟大家說說香港開關在網 是不是? 不是 走! 走! 似開又飛開 欲他還影 他是這樣的 因為 其實他的熔斷就沒有了 但是 盧寵茂哥 寵茂哥就說 你想短期內 香港 可以有自由去旅行嗎 難一點 難就難 沒有一點 真的不可能 真是慘了 旅遊業繼續 那怎麼辦呢 都要先給個like 支持我們的討論 心緊構 什麼時候可以變回以前的香港 他一上場 就說熔斷機制 暫緩 或者取消 取消熔斷機制 盧寵茂上場 第一版抽擊 就說 大家都讚好 激讚新政府有好表現 正正所謂的 新政府有有表現 非常之一件好事 讚他 說到很多人都出來搶話 說盧寵某好爛 取消熔斷 就好爛了 那我就在想 好爛是不是應該陸續來呢 但盧寵某說 看來很難取消全面通關 馬上一人灰了 聽到都慘了 慘不慘 是不是要包彈掉了腦袋 又不用了 我們看看盧寵某對這個熔斷機制 甚至乎全面通關 他的看法是怎樣 旅遊業界又說什麼 甚至乎大家為申請府而歡呼 究竟是哪些人 先講究竟全面通關的問題 盧寵某就說 絕不能跟兵督共存 那是怎樣呢 他們說了一個道理非常有趣 大家對於這個叫做動態清零 不是一個新的見解 新的見解是什麼呢 原來他說 零度 即溫度 零度 攝氏零度 都未必真是零度 因為體感溫度 未必是感覺上是零度 可能會更冷 動態清零 是不是真的要零呢 不一定的 動態清零和零度是兩件事 即是他說零的意思 概念不轉移 有沒有偷換概念在這裏呢 是的 擺明了 你看你自己怎麼看 是吧 他 在數字上 真的比較誇張 是吧 因為 不是只有他說 印度神童也有說 是吧 先拉一下他 印度神童 告訴你 叫大家不要鬆懈 印度神童這麼準 你有沒有聽他的話 當然沒有 那麼 局長 那麼多人士 那麼多專家都出來 說的東西都全部不同 盧寵茂剛剛上任醫務衛生局 第一波 就先cancel了熔斷機制 但是 我們也想著 咦 是不是幫你唱好中國 中國好聲音 大家想著 有些事了 你說一個月內有些東西給我們看到 這麼快 取消什麼 熔斷而已 我打算他有這麼快 一開波 這麼快有些東西給我們看到 快開了 是吧 開了開了 對 又對又開了 但是 最好是這樣 然後他又說 不是的 因為 他接受報紙訪問 盧寵茂就說 現在的疫情 還未到可以放鬆的時候 他說 究竟通關方面 你經常說 和內地研究 是不是想著 做一個 放鬆給我們去通關呢 對內對外也好 盧寵茂就說 嗯 看來也有些難度 他呢 他說 因為如果一次過 這樣 因為現在數字是二三千 那麼高 也還未可以鬆一口氣的時候 你如果不堅持 他說不堅持動態清零的話 就會擔心 疫情再爆發 會導致香港醫療體系崩潰 他說 但是他說他明白到了 通關在那方面 市民是有所想的 盧寵茂指出 由於檢疫措施是一定需要的 所以 你說要全部回復正常 好像在疫情前那麼正常 可以走出入入自由 出入通關 是短期 他說短期是難以實現的 是這樣的 因為他覺得 因為你入境出境 即入境那些需要做檢疫 那如果 根據我們之前 印象中的數據 一天幾十萬的流量 在內地 即是香港內地這樣來往 是吧 你怎麼幾十萬檢疫一天 你這樣 嘩 真的做到Pi都做不行 是吧 所以他就著這個要點 所以他覺得 在一個可控可防的機制下 可控的意思就是說 不會做爆的檢疫 不會做爆的檢疫 看看是 我猜他會用這個圍繞做主旋律 但是他自己說了 希望可以盡快增加通關的流量 保障市民和內地有限度的往來 說到說 你想出國旅去旅行好自由 即是回來不用隔離 短期內 不好意思 不要瘋了 暫時回來都要隔離 這樣 他這樣說 那不是 不要緊的 不要緊的 很閒的 但是他首先現在 就說 做了一件事 是吧 那 他說 他自己說 說 熔斷 這個機制 是不是暫緩 暫緩了之後 竟然 拍攏手掌 他就說 有報紙這樣寫 熔斷機制一半年 斷了一百次 大量旅客無辜受慮 這個就是盧寵茂這樣說 嘻嘻 有人說 有人炒作 那你是不是說上屆政府的事 這些熔斷機制做得不好 他說人家無辜 對 無辜的意思是什麼 其實都很無辜 不幸 你單日 單日說三千八 是 輸入先百領 嗯 中那些就說 不關事那些關我什麼事 是 你本地三千八都搞得定 五萬七都說得定 百幾二百你停我托差嗎 是嗎 是嗎 沒錯 那怎麼辦 所以他說現在首先要停 先停了 他自己說 因為 之前呢 上一屆政府 用這個熔斷航班機制 搞得滿城風雨 航空業界 商界更加狠批 這新一屆政府 竟然一聲 舉止一彈 就立即暫緩這個熔斷機制 盧寵茂就向報紙表示 他說 你自己看記錄就知道了 一個月 香港啟動了這個熔斷機制 八次 八次 當中涉及的是 多少人呢 你知不知道 八個確診者入境 因為這八個人 熔斷了八次 但是背後受影響行程的 是幾千人 因為這八個人 拖了幾千人 下水 他說 半年期間 香港的熔斷 的數字 是超過一百次之多 多少人 因為他這樣 無辜受罪 飛不到回來呢 有鑑於 他說 7月 6、7月 是留學生 回香港的高峰期 所以 他就取消了他 他說 不要搞了 他認為 這個熔斷機制 是有改善空間的 其實你看到數字就知道了 每天 輸入個案佔香港 單日總體確診 個案不足10% 那倒是 如果香港的確診數字少 單日 輸入的個案 比率就會多 在這個看法的底下 你有沒有想到一件事呢 如果 外來輸入的比率 很高的時候 會不會外界很大呼聲 說要暫停輸入呢 這是一個問題 那時候 為什麼要這麼大的呼聲 說要暫停它呢 因為數字大 百分比率高 為什麼呢 就是香港的確診數字低 是吧 就是香港只有10個人確診 原來有100個外來輸入確診數字的時候 那些人就覺得 哇 你外面都惹回來了 這樣 現在不是啊 三千單 一隻小貓三四隻 那些人就說 放寬啊 外國沒事了 所以 這是不是一個非常好的話題 給盧寵茂 或者新一屆政府 讓他們放寬呢 這樣 當然 有說到說 你這樣 之前 新一屆政府做這些事情 令到幾千人回不了香港 他就覺得 上一屆政府需要改善 缺乏效率的現象 哦 那 他覺得 因為現在 他看到數字 有六成患者 在機場攔截了出來 那麼 檢疫酒店 都可以找到35個人 所以 他說 按照比例 100個患者裡面 抵抗五天內 只有五個是找不到的 他說 只要在核酸方面 再進一步提升 就可以刮出多些患者出來 所以 他認為 輸入個案 為香港 帶來傳播的風險 是機會之微的 那麼 其實 理論上 我自己覺得 是一個非常好的 可引吐神童說 好笑頭 好笑頭 就是大家可以放寬入境 隔離日子 我覺得遲早會縮 他說 只要多多幾次便可以 算 是不是 是啊 他能隔離 不隔離 只要你撩核酸 都可以 只要撩啊 同學 是啊 只要撩 就是到處走 那些人 就撩吧 只有五個 隔離不了 他自己 有報紙 有報紙這樣寫 就說了 便利通關第一步 這個就是 新政府上任之後 非常之 決斷的 事情 因為 說到 究竟 你們新政府 通關 是否他們放在第一位呢 那盧寵茂更加接受報紙訪問的時候 他說 其實現在 你說用通關這一詞 暫時不貼切 他說是加大過關流量 你喜歡啦 說話的東西 你全部說話都可以 你加到100%流量都可以 他說 現在 你說要求免檢疫 不好意思 沒有辦法 是一定要檢疫的 他說 但是 他說 希望 每天 可以進步 每天 將通關人數 不斷增加 那 慢慢 就會好 就這樣說 這宗消息 就傳了出來兩天 如果真的每天進步的話 今天有個新 明天再生後再生 應該有兩層的進步 現在我見到不進 不退 不是 這個是應該第一天 剛剛 今天開始 它的熔斷機制 但是 通關那邊 還未開波 接著就隔六天隔五天隔四天 不用隔 其實一個星期 搞定了 搞定了 一個星期都慢 人家英國 有什麼 說可以可以 33 這樣就不行了 什麼 不可以躺平 要不然是共赴王泉 勞寵物就說 OK 他也是撿習大口水尾 習大不是這樣說 你這樣說嗎 那就反過來 習大說要開關 你難得住嗎 對 不可以共赴王泉 那你就到時說 然後習大說 你也落王泉 這樣 第一句 還好像我叔叔開關 對 你真是笑 最重要是聽 習主席話 但是 好笑 跟我老母子 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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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怎樣怎樣 現在是你 對 最重要是一男子 你最重要是他 OK 不是 聖上話事才說 你說我話事 不是 我和你話事 現在馬上開 我們這些小朋友 善文 沒有那麼多話說 當然要由習主席 做教育 我老母子 真的 不懂事 不是 誰在做裝 不是 你也知道 你的事我想不到嗎 不是 任何都退票 你問馬會 他想不想到 他能否退票 出不了閘 你說的 出不了閘 我們全世界說他沒用 沒錯 都不知道實況 所以 但是 現在說到 盧寵茂 有人問他 你 是不是覺得 上一屆政府 那些方案 不是做得那麼好 他自己這樣說 首先 他說 不願意評價 上一屆政府的抗疫工作 意思在哪裡 其實 這些事情都過去了 我們還想之前打鬼嗎 不如想聚焦 現在和將來 他的意思就是 那些事情就算了 是不是 他 這樣說 他首先不希望 香港的醫療系統 打爆 如果這樣打爆 恐怕 將會遇到一個大問題 到時候 不要說通關了 到時候又走回第五波之前 那個環境更慘 所以 他把這個熔斷機制 首先 先拿出來 因為影響甚遠 他自己看得到數字 想不到 竟然 整個市面 政界也好 每個人都拍爛手掌 不同人都出來 打咪咪說話 先讚他 對 就說 盧寵茂上場 第一擊 已經勝讚 政界勝讚 就更加說到 之前怎麼說 前朝也沒有改變 現在新政府有一個好表現 正所謂取消熔斷 政府有好表現 是不是真的可以 看看究竟有什麼人說 湯家驊就出來說話了 湯家驊就說 這個熔斷機制的目的 是令到航空公司去嚴格處理抗疫要求 但是受苦的往往都是無辜的女客 大家都明白 行程安排完全失控 之前有人說 這個非洲 因為熔斷 你講娛樂的時候 是不是 有很多 演藝人都因為熔斷機制 就回不了香港 或者要好轉接才回來 他說行程安排完全失控 最嚴重的是 連酒店的訂金都被人收起來 湯家驊就覺得 因為上一朝 那個熔斷機制令到無辜的女客受罪 實在是非常不公平 他說 新政府上場大刀闊斧 顯示了敢作敢當的氣魄 令人刮目相看 哇 真的 他說希望在通關方面可以早日突破 大家都有期待 湯家驊更加接受查詢的時候 他說 防疫政策是需要時勢去改變的 數字的確是比5月初的時候 有上升 但全部都是只有數字 為什麼呢? 只有數字 就是沒有拖垮醫療系統 這跟第五波 真的開始 五萬七那段時間 完全是不一樣的 所以處理手法應該都不要一成不變 湯家驊說 這樣 所以這不是顯示 上一屆政府政策有什麼大問題 只不過是因時而際 也都明白到 政府都了解到 香港現在的經濟和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受威脅 所以 做出來回應 這樣 不過湯家驊也 最後也幫林鄭政府 上一屆政府都說幾句好話 因為 湯家驊覺得 在林鄭換屆之前 她覺得 林鄭官方 當時他們全部都已經審視了熔斷機制的效益和影響 但是 覺得 那時候如果做一些政策大改變 導致會影響到下一屆政府 所以她覺得 留一粒制給超哥他們按 這個手法做得合理 其實我之前也有說過 一定是留定一些帥制給超哥他們按 一按 就很適合 一按 全部是好消息 林鄭就當成了一個醜人 不過 說實話 湯家驊政府上場 那些專家沒有什麼出聲 是啊 那些專家有沒有過度 去哪裡 專家下班了 那些專家會不會沒有過度 到了嗎 全部休息了 隨著林鄭政府而告退 不見了 那 那 那 真是麻煩了 我們 之前報告的已經已成過去 還是他們等新政府指示 那 話說回來都忘記了 那 不要緊 聽盧寵茂他們說 都可以 因為盧寵茂他們也是專業 另外 現在陳凱欣也出來說話 就說 讚 讚政府做法 聰明 有多聰明 看看 他說 他說 這次政府同時間 暫緩這個熔斷機制 並且增加抵港三天做核酸檢測的安排 平衡對外開放和應對疫情的聰明做法 這樣就叫聰明了 如果再縮兩天 那就真是天彩 縮光了 就變成印度神童 不是吧 他說暑假就到了 所以很多學生飛來香港 回來香港 他們訂了酒店 訂了機票 萬一Touchwood有人熔斷 他就說 你又要重新搶機票 搶酒店 打亂了行程 機器上 一定的乘客 看港學診就要熔斷 他說 對於一些陰性的人來說 會覺得 剝奪了他們回香港的權利 這些聲音 真是老實 林鄭 那一屆沒有聽過 沒有 他剝奪別人的自由 喂 這樣 你這傢伙 你聽過 對 陳凱欣說到也是 這些輪料 那些議員都是這樣說 對 林鄭在這裏你不說 還有 還有這樣說 姚柏良說到 從上屆爭取到這一屆 經常說 見到盧寵茂回歸 經常都見到他 快點 快點減辣 快點取消熔斷 想不到 姚柏良說 他由新政府第一個工作日 去信要求 回歸那天 見到盧寵茂 都不斷搶他 搶他 想不到 新政府短短上任幾天 立即溶斷暫緩 他稱讚 新政府做事快 爽手 肯聽意見 做出調整 形容作風 實事求是 決策科有突破 連同 有選委界的議員 江玉歡也說 想不到 之前前朝 我怎麼去求契爺 又貴又敗 政府的政策都不改 容緣一班 又一班 等了多久 現在說到新政府 不用我怎麼搖 都立即熔斷 怕爛首長 暗過後有黎明 是不是 有楚光 真的嗎 你當然是這樣想 不是嗎 我覺得 林鄭 做了少人 少人的位置 我不是刻意幫她說話 只不過有時候 遇著江江 那個時候 踏住了 放又不是 騷又不是 你們說什麼 扮聽不到先 留給新政府 做好判斷 什麼時候放 你什麼時候禁制 其實我之前也有說過 其實是類似的 不過 這件事 都是給人一個非常好的願景 起碼新政府上場 做出來的事情 大家先清讚 不是一上台 做些事情出來 就被人背 不是孖星四起 這也是符合習大 對新政府的願景 起碼 新班子做些事情出來 實事求是 大家看到議員 都讚得 沒有脫掉 讚得 非常好 我覺得是對的 也有人說到 葉柏良就說 究竟接下來是怎樣 希望 他說 香港 這個通關問題 是不是接下來 應該 他奉勸 勸於政府 如果內地通不了 或者通不了 完全通關 不如對外首先通關 因為 始終 內地的位置 都要兼顧幾個部門 對外通關 就很簡單 究竟 接下來 他現在的酒店檢疫期 會不會再縮短呢 就說 他們希望 有議員 希望 可以縮短 不過 要看看病毒 變成怎樣 他說 他們現在的病毒 會再變 如果沒有什麼情況下 不如 會不會提早 給他居家隔離呢 這樣 有人就怕 病毒提早 你給他居家隔離 會不會 容易流入社區呢 不怕 如果這東西沒有變種 吃 不用 跟著什麼 什麼 孔凡禮 那時候說沒有東西 沒有變種 就沒事了 大家有保護罩 你吃一排 你比泰國部長更厲害 比泰國部長更厲害 比泰國部長更厲害 六針 你比他更厲害 打六針 是不是 看不到 看到了 大家都舉腳贊成 覺得劉寵茂這次是非常做得好 也有政界人士估計 今次暫緩熔斷機制 是有留一手的做法 什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疫情嚴重的時候 就馬上重啟 有人就說 暫緩熔斷機制 會不會有人覺得 是放寬外房輸入 我沒有人覺得 是覺得不夠 是覺得不夠 還要鬆一點 是不是 是這樣的 你嘗試走出街問一下 減低兩天 入香港 三天 四天 五天 六天 七天好嗎 好 正所謂七天又是這樣的 三天又是這樣的 我相信也差不多 一天多百領 輸入也是多百領 你說 喂 其實這樣算數而已 如果 香港單日都幾千 你輸入一天都不夠二百 那就加兩百上去 那不如 直接不用隔離 所以我說 只要你香港確診那條數大 你外來輸入那百分比那條數一小 就不會顯得很大 但當然這些行班又會再多 就是這樣說 你明白嗎 就是你計數嘛 到最後就是要靠 救搭油 當然啦 一向做生意都是說的 熱度 最重要是熱度 大家都聽完 讚好給他好的時候 儘管看看是否好 盧寵茂都很直接跟大家說到 你想著全面通就不好意思 可能短期內當然還要坐一會 希望不要太久 今天就好了 明天我要有些新的消息 最好 今集時間到這裡 Bye Bye Bye